其實這個專案團隊組成是一個基金會加技術單位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跟剛才的上一集的三位團體或團隊們 或待會來分享的其實都不太一樣 就我們也看到我們從主辦單位看到 其實不太一樣的組合是有一些突破性 所以這也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再請下一個專案的朋友來準備一下 我們來開一下簡報 這個嘛 好 老師看 我給你請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AI教學工創實驗室 那這個主要是由我跟肉依去提出來 那其實我們兩個分工就是我只大概負責出一張嘴 就是找老師拜託老師做事情 後面一些相關計畫的配合 然後一些具體的事情他們都請肉依去幫忙這樣子 我們計畫原有的是其實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甚至一開始出來的時候他有很多的換句 或是一些 甚至去年 甚至去年那個早上都會講說 大遠模型訓練出來之前都要先問說那個 總統是誰啊 國慶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因為這些情形 然後甚至 你來講的話最近有一個新聞是說 訓練資料可能來自於中國官方 所以你問他中國的事情他都會 只會講中國官方的回答類似之類的東西 然後包含像我們台灣的 像我們台灣自己有一個 那個學習平台 他也是用去LGBT4 去做類似CAMIGO的東西 對話式機器人 可是他也是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他只能問數學 或是一些相關的東西 你問他一些相關人文的 他可能就會答非所謂 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問什麼 對 然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缺乏的可能是 就是繁中的語言資料 就是特別是在教育這塊 像剛才大家講的可能都是在法律 在很多資料 因為以教科書的資料來講的話 目前的教科書大部分都是商業的 就是我們課綱 現在政府只做課綱 所有教科書幾乎都是書上去建置的 包含他的題目包含他的課本 可能都是有版權的 可能不是人啊 像早上那個 泰德也有說他們去 他們有跟教育部合作去做語言的訓練 做教育部資料訓練 可是現在問題是 可能教科書是不能被拿來訓 因為我看到的資料 我不知道他們實際後來有沒有取得 我看到資料他們是不能拿 教科書的資料來訓練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的以後大語言模型 有沒有辦法回答我們台灣教育上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打算 一開始先招募10個中指導師去招募 但對我們台灣的特有領域 對台灣特有種這樣 就是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公民 台灣的文學跟台灣地理等等的 去設計一些Benchmark 去評測說這些的大語言模型 符不符合我們台灣的教育上使用 不僅是國語數學 更重要是一些台灣地理台灣歷史 一些不是放諸四海接準的 可能是只有我們台灣人會回答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步我們是想 建置我們台灣的繁體中文的測試資料集 就是包括我們預計要招募10位老師 然後去收集這些測試的資料還有題目等等的 然後另外一個目標是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去延續這個專案 可以持續下去說培訓一些台灣的老師 去把AI整合到教學中的一些能力 然後辦理工作方等等的 然後我想前面這個先講的是對教育的意義 對台灣所謂大語言模型對台灣的意義 再想說台灣大語言模型是不是真的對教育是有意義的 我想請問你們應該都有用過AI了嘛 那你覺得AI可不可以幫助你們學習 可以節省時間可是可以幫助學習嗎 對 有人在笑了 對 就是 好 就是 這是AI化就是我們一開始AI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AI應該會是瑪莉歐或是瑪莉歐的裝備 應該玩過超級瑪莉嘛 雖然是30年前的遊戲了 就是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生產師在搶成可能是瑪莉歐或是瑪莉歐裝備 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很多教育中的困難跟問題 他可以幫助我們打敗庫巴等等的 可是這是美國的一個數據 他說學生使用AI的比例已經比老師高了 對 就是台灣 這是美國調查美國K-12的學生他使用AI比例是48 可是老師只有46 我在台灣問過 我在台灣問過 我問過我們校內老師 有用AI的比例可能不到 小學啦 不到1%這樣子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在用了 然後 老師覺得學生在用的比例更低 對 可是學生已經很明顯都在用了 然後學生大部分拿來做什麼 寫報告 寫答案 那 各位都是承認的 你們用AI做成 找到答案之後你會稍微修改一下嗎 你會知道什麼答案好什麼答案不好 那學生呢 你覺得學生會複製貼上 還是會修改再使用 有人都笑了 我有問過我學生 我就在他後面看他用 我就看他直接複製貼上 我就問說你為什麼複製貼上 我說我沒有AI想的答案剛好跟我一樣 對 我很明顯我們知道不會是這個樣子嘛 只是單純只是他偷懶而已 對 就是他就大部分學生 然後我看到美國的一些報告 他貫徹到底是這樣子 學生使用AI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直接複製貼上 而不會去思考 這個答案到底對不對 更不用說好不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 大概是7月初的一個研究 美國華盾商學院 他去研究說甚至可能會傷害學習 他是在土耳其做了研究 他找了 對 是美國的華盾雙學院 可是在土耳其找了1000個高中生 然後他把實驗的步驟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老師教 然後他實驗是主要是第二個階段 他在第二個階段 他把學生分成三組 一組是傳統的 老師教完之後 直接自己做直筆測驗 然後第二組是用ChairGBT4 他可以叫ChairGBT4直接給答案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他有訓練過他的AI 就是他有設計他的Prompt 他不讓AI直接回答學生的問題 就有點像蘇格拉蒂法這樣子 逐步引導學生得到答案 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所有學生的成績 使用AI的成績都很高 就是直接給答案的 他的在練習階段 他的成績是提高48% 然後逐步引導的模式是提高127% 但是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第三階段就是沒有AI的輔助 直接傳統直筆考試 結果測試 我們本來預期 使用AI 逐步引導會比較好 結果測出來沒有 甚至更慘 就是說在使用AI輔助 不管是直接給答案 或是引導他逐步思考 做出來結果 可能都沒有傳統直筆測驗來的 好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AI可能會傷害學生學習 可是 我知道這個 可是這個研究一出來 很多老師看到他覺得說 他做的太武斷了 就是 因為台灣目前很多的AI研究 都是證明AI會比傳統的好 對 可是這個做出來的研究 可能是說 當學生不知道怎麼使用 甚至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教的時候 可能會傷害學生的學習 對 然後接下來講的是 認識卸載跟文化挖地 就是說 認識卸載 英文叫Cognitive of Loading 然後我比較會 把它簡單講說 思考外包 就是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思考 或是我們很多記憶的東西 都偽托給外部的工具 比如說 我們把事情寄在便利貼 貼在冰箱上面 就是把我們腦力釋放出來 甚至你在用Google地圖 從你家到台客大 像我今天就是用Google地圖來的 對 就是我們已經把一些思考的東西 外包給一些工具去幫我們執行 甚至像現在倒車雷達 我現在沒有倒車雷達 我也不會倒車了 對 但是我們會說 我們 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事情嗎 不會嘛 因為計算機 算每天要花的錢 這個也很正常 對 所以 因為這個報告一出就 就很多人在跟我討論說 那為什麼考試的時候不能用AI 你覺得考試的時候可以用AI嗎 因為很多人跟我討論的是 他是說 因為未來的孩子一定要會用AI啊 所以你與其教會他基本的東西 不如要教他如何運用AI 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所以這樣是正常的嘛 我們考試的時候 要不要允許孩子用AI 使用AI會不會傷害還是只學習 好 我要說的結論是說 當我們把很多工具或很多記憶能力 委託到外部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真的學習到 我們只是學到把這個事情外 而且這個甚至會傷害我們長期的學習 因為 我們要把一個東西真的學會 必須要把這個知識轉化到我們長期記憶裡面 他才可以真的學會 他委託給AI 那只是AI幫他解決 他到後來 甚至AI所謂的Guard Rail 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AI到底 最後他擅長到什麼 他可能突然一個斷層 他突然到一個地方 到一個境界他就不會了 那你到時候 學生沒辦法跨越這個階 跨越這個階階的時候 他能力就被限制在這裡 甚至會造成他錯誤的學習觀念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甚至AI可能真的像早上 蔡宗漢教授他們講 說甚至AI可能會像我們的大腦 就是當 如果我們都把我們的思考外包給他的話 我們決定他怎麼回答問題 可能會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在學生不斷的用AI去找到答案的時候 他一直給人家錯誤答案 可能會給人家影響 他的邏輯推理會影響他 對整個國家文化的一些認知這樣子 對 所以這時候再看你覺得AI是酷包還是瑪利歐 對 就是當你運用錯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酷包 如果你只是複製貼上 真是你一直 像其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中國用語對我們的影響 對 像早上有些講的就會講質量 我們小朋友跟我講什麼 666 其實我一開始搞不懂什麼意思 甚至跟我講什麼走心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懂什麼意思 真的是 可是你看有時候AI的回復 他就是用繁體 可是這些用語他就是無形中 他就是 對 所以我們要開發這個benchmark 去測試說 我們原有講很久 就是我們要開發這個benchmark去 知道說 到底哪個大語言模型 適合在台灣的教育現場使用 他可能是在語言 可能在文化 可能在台灣政治上 是不是真的符合 我們對台灣文化 對台灣共同價值的一些願景 或是共同的想像 對 所以我們不該在教學中使用 其實我們更應該在教學中使用 因為AI已經是過來超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正確的使用 可能會是我們一個 我們這一代老師 或是大家所要一體面對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甚至在去如何幫助台灣學生學習 所以我們試著 要去回答這些問題 就是Google L&M 他的一個論文 他說 就是Google 他 GEMINI出來之後 他可能 我在想啦 他可能分數跑不過 JGBT 所以他在各個領域他都有去做特化 像前一陣子他還有公佈說 跟台灣的健保局有合作一個MAD LM 是專門去針對糖尿病做一些處理 然後他有開發一個LEN LM 可是他說的是 因為他要先訓練一個好多大語言模型 你要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教學 他這論文就直接吐說根本 他去找了很多論文 根本沒有所謂好的教學的研究 沒有一個放出四海接準 所謂什麼叫做好的教學好的對話 所以他們自己開發了他們自己的 Golden Conversation 就是好的對話的輔導資料集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步 也是這樣子 我們要做的第一步 就要先定義什麼叫做好的 抱歉剩一分鐘 什麼叫做好的對話 我們把我們的資料 做放在我們的Hugging Face上面 然後我們有先選的940題 就是關於單選題 有圖表有正確答案 有關於台灣的問題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 跨領域的多倫問答 像這題我們是用早上的Kua 做去比較各個大語言模型 他回答的結果 像這個我們問的問題是說 馬接他有在他文章說了一句話 他覺得什麼 他表示說他來到台灣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先問完這個之後 我們再問他說 根據馬接這段話 你覺得什麼叫做台灣人 台灣人定義到底是怎樣 你就會發現Gemini跟ChairGPT 他的答案品質就比較好 可是我們這邊我們有問過Timo Timo是建議我們評分標準要用人類來評分 而不是用交友AI去評分這樣子 遇到的困難 因為我們的方法特別要求我們講遇到的困難 我們遇到的困難其實很多 我們本來預期教老師出題目很簡單 結果後來發現 然後我們還找到高中學科中心 國中學科這東西 一開始老師聽到這個都很願意參加 就到最後都 對 然後就是 還是拜託老師要想辦法寫出來 然後還有我們本來還有找到一個 某學習平台網站要提供我們題目 但是後來也因為種種的關係 也沒有提供給我們 所以我們幾乎後來就是靠人工出題這樣子 對 好 謝謝大家 現場的朋友有沒有要提問 有嗎 跟教育 補充一下林隱俊老師是國小老師 是在宜蘭的國小老師 所以在教育現場是第一線 來 請 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概定的情話 像那個喔 然後學習成這樣 反而大打著那篇論文的名稱叫什麼 那待會也可以再補充一下 那 我待會有論文連寫給你這樣子 老師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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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沒有 那不是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你們的HuggingFace的內容 還是 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開HuggingFace要那麼點 那個 好 就是這個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上去這個HuggingFace看 現在我們收集到的題目有哪些 那題目分兩種 一種是傳統的多選題 一種是多了問答題目 那傳統多選題它的價值在哪裡 它的價值是我們找到這些老師 他去寫 為什麼要選這個答案的想答 那這個是一般 你去爬 網路爬蟲是爬不到的資料 像剛剛早上台灣那個 稍早 那個林彥廷他有講說 我們去爬很多資料 但你是爬不到老師的腦袋 跟老師電腦local端的資料的 所以我們在這段期間做的事情 是去找到國小國中高中 在教歷史地理公民 台灣文學這些領域的老師 那去把他們手上的題目 去提供給我們 然後我們也跟他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要收集你這些題目 我們是為了要讓我們後面 會做一個benchmarking的報告 那這個benchmarking的報告 我們就會去把這些題目 放到各個模型裡面 去讓他們回答 那看這些模型的回答 到底有沒有符合這些老師 所謂他們定義的想答 那之後可以怎麼影響到教育現場 是這些老師在使用AI之前 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benchmarking report 去看一下如果學生要用這些模型 要問一些台灣相關題目的話 數學物理那些除外 那是全世界一樣的 那這些台灣特有知識領域的題目 他回答精準性 到底對台灣的學生有 可以提供多少價值 還是他只是亂說 有幻覺 這個是我們之後想要 短期想要提供 幫大家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黃毅他也是 這次貢獻的老師之一 對 好 謝謝 有嗎 還有沒有 你沒有想過直接在老師的教學現場 搜那個請進 因為這樣最自然 而且學生問的問題 就是最自然的問題 有那個像Google他們做的也是這樣 Google他們做的也是這樣 Google Learn LM他們也是所謂的 對話 他是收私生的對話 可是他只要最精華的那一段 就是他有一個 他要先訂立好的標準 他才去搜 你這樣做一些 實驗設計 對 實驗設計你要先 我們要先有公司說 所謂台灣好的教學模式是什麼 你要先把標準訂立出來 然後找真的一些好的老師 他們實際輔導學生的狀況 搜之後再來訓練 我覺得那是有價值的 可是我不知道台灣現在有誰會做這一塊 這樣子 聽起來是可以先訓練一個課程 讓老師去試著去教的過程 真的去教的時候 就去搜那個 那個教學的反應這樣 對因為我有 我有建議過教育部 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所謂好的教案 因為現在每年都有一堆教案比賽 好的教案 可是我們不要只要教案 要老師實際上課跟學生對話的影片 就把它抽取出來 可是他們目前都說 那個有版權正義 那個又怎樣 所以他們 對沒有人要做 好 那現場還有沒有朋友 提問 那我來最問 你們跟老師互動的時候 他有需要簽什麼授權同意書嗎 有都有 那或者說未來在 剛才提到有一些老師 那這些老師為什麼會想要 他們有沒有分享過他們的動機 他們是期待未來他拿到 有一些教學現場應用的結果 還是說大家覺得很熱血就來參加 應該大部分都是為了很熱血 所以我就覺得想要幫台灣一起做一點事情 大家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是可能是因為我們專案時間比較短 或是有考到一些老師有一些計畫 所以就沒有做到最後這樣子 對 幾乎老師都沒有聽到 都不是因為錢而來 就是大概就是也沒有特別談到名或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東西有意義 就大家一起做這樣子 那我再追問一個 聽起來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Bitchmark或者這個題庫 應該不會永無止盡 對 就我們沒必要一定要出個上萬題 對 那你對於那個題目要多少 或者你目前感覺 我們現在已經有成果大概幾%了 有個初步的結果 我們現在收集到將近一千題 那周伟剛提到這個題目 我們會收集到什麼時候 收集到我們的資金用到完為止 因為我們一開始當然在用工具這些打API的時候 會需要一點資金嘛 那營運社群也需要資金 同時也需要去營運社群的人 他有capacity來經營這個社群 所以我覺得是 我覺得至少未來一年 這個東西還會繼續存在 然後同時這個有點像老鼠會 就是有一個對 有一個老師他參加 他覺得他出題 然後他覺得喔哇可以貢獻到台灣 甚至他可以影響未來學生 他可能在使用AI這個情境的體驗優化 他就會去找他同學校的老師 可能也是 還沒有生小孩的老師 其實比較有時間來貢獻 對比較年輕的老師們 他們就會一個拉一個 現在現況是這樣子 對啊如果大家有認識一些 熱血老師 熱血老師可以推薦我們 拜託拜託 歡迎來跟我們講 謝謝 最後一個問一下 有比較偏向原住民語言 或其他客語或台語面向的題目嗎 這個請那個專家客語 要不要分享 會 就收集中歡迎大家提供 那我們這一節先到這邊 我們先掌聲感謝這個團隊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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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